新闻一开始来关心 中华馆六甲街高和在六甲通一度加川 先立小庭为民国管党年龄成功的校园会 超过三百万为六甲出社 为民国也来提出 将近中华馆六甲团业 照顾留学六甲 世界要让中华馆政府先为六甲兵议会合格算 一生的人蒙总监会 只的人合总监会 只的六甲总监会 三大公会维修 三十一乡基层工会领袖和代表 超过三百万为六甲出席议会 聚出来理听委管党担任人 严认感谢这些工会的代表 以及理事长他们都能够站出来乡庭 那我们相信有劳工的乡庭 我们将来对这个就业机会的拓展 降低我们劳工的失业率 这些都是我们中华县政府未来要做的事情 我也希望这些劳工朋友都能够为 为卫民谷来代言 在基层在工会里面都帮帮我宣传帮帮我拉票 六甲总监会特别来把卫民谷加油搭起 希望这种严认为六甲打拼的管党 可以继续照顾中华六甲的困益 六甲的兄弟之外 我们六甲要团结 收听卫民谷 希望我们在座 所有今天来到这 我们大家做会 可以收听 我们真的为民 尤其是为我们劳工的管理 打拼人真的为民谷 好吗 好 依照行政仪主家中处公布的数据痕迹 中华管理失业率价值3.6% 是全国的第二家 但是好更要更好 它跟管副团队继续努力 继续提升官民主业率 让民众都找到无套路 特别是中华在23亚开发之后 也有了民众医生的绿林阶级担心 带动整体就要去中心中 六甲华新闻林贵英 六甲蔡红博德